若姐姐还在 皇上是否还真心 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 遗秀的话似乎不无道理 假如当初纯元活了下来 那她会被四大爷咽弃 甚至她的结局会和如意一样吗 不会的 我们先看最重要的条件哈 皇帝 后宫女人会不会被抛弃 选看皇帝的主意 很明显四大爷和扎龙 根本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四大爷看着无情 可实际情深已重 这点从华妃身上就能看得出来了吧 虽然她对华妃也有愧疚 的确应该对人家好点 可她纵容华妃那么多年 明知她干的坏事还不处置 你要说是华妃家事好 四大爷不敢动她的话 那么在年假倒台之后 四大爷可是留下了华妃的命 假如她真的没再生事 恐怕复宠也是迟早的事 即便华妃这事 不能说明四大爷有多好 那从宜修身上总能看得出来吧 四大爷对她没多少喜欢 可是却有敬重 所以哪怕是纯元也老了 四大爷不再喜欢她的皮像 也依然可以和她相敬如宾 而且四大爷和扎龙不一样 他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四大爷的友情 在面对甄嬛的时候 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就在可汗求娶甄嬛那会儿 四大爷就知道 甄嬛和自己老弟有点什么 明明果子里都为了甄嬛 直接带兵追出了关外 只要不是傻子 都明白他俩关系不一般 可这个时候 四大爷还是没对甄嬛做什么 甚至到了后来 还愿意立他的儿子为太子 最后自己都要死了 却还是想听桓桓叫一声四郎 和四大爷相比 扎龙这边就属于修炼了吴清爵 已经时刻准备好 要替三界 不是 是替自己讨回公道 就拿曾经四大爷身上 也发生过的绿帽事件举个例子 当时玉妃那帮人诬陷如意和凌云彻有私情 可是玉胡都说了 凌云彻那个破靴子上的云文 不是如意所秀 可事后扎龙还是对如意和凌云彻 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可这空穴来风未必无音 而且扎龙这人多无情 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情意深重的少年郎 而是薄情寡义的老海王 死哥 这就得和四大爷来一场正式battle 想当初四大爷送给环环的簪子 那么老大一个 扎龙送给如意的簪子小就算了 关键这玩意还是生日礼物 一说到生日 那我更来起了 三四大爷前期的时候 哪怕只是在婉婉泪清 他都给自己的环环 搞出来一场盛大的生日party 可扎龙呢送了个小簪子 还上秘书去送的快递 自己晚上过去吃口面吧 还跟如意吵吵了起来 后来那次送礼物的时候更绝 扎龙直接在内务府批发了一批簪子呀 后宫人人都有份 就这他还舔个脸跟如意说 我们要成成久久啊 就这还共度欺欺呢 渣男渣男 人家四大爷不过节的时候 都给还换送玉鞋 大家都是皇帝 凭什么你这么寒酸 太寒酸了 从这儿应该就能看得出来扎龙无情 而四大爷有情 即便是纯元活下去 容颜老去 单纯不在 但四大爷至少会保留他中宫的位分 不会为了其他事情而废掉纯元 而且四大爷即便是纵情生涩 也没做得多过分 但扎龙不一样啊 他后来不管在什么事上 都干得非常离谱 就是一休摊上他 那都只能自求多福 不过我之所以说 纯元活下来之后 不会变成如意那样 还有他自己身上的原因 假如纯元活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一休当时没有害死纯元 而他一直活到了最后 那他和四大爷之间 会不会和隔壁如意扎龙一样 变成一对怨吕呢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因为这从如意和纯元本身呀 就能看出有些许的不同 纯元呢 打小就被细心培养 最后教的亲戚书画样样精通 什么是此歌赋 弹琴唱曲就没有他学不会的技能 他的相貌和甄嬛相似 歌声呢 比安小鸟更好听 跳舞比甄嬛跳得好 吹枪呢 也和他吹得差不多 除了这些之外呀 他还会给四大爷绣睡衣 甚至还善解人意 温良单纯 这简直就是个仙女接近呀 也正是因为他这个人 哪哪都好 所以才会让四大爷 对他一见倾心 所以疾病是纯元容颜不在 但有这些技能点的加持 也不至于被皇帝忘却 最终变得像齐飞净飞一样 只能在宫里属专 而且四大爷这人呀 对前底出来的老人都还不错 纯元呢 既占了初恋的情分 又有一路陪他走过来的资历 做一次大爷肯定不会对他做什么的 而且纯元这个人性子柔和 也不会像如意那样 天天和老公吵架 这没有矛盾点 又怎么会出事呢 再说纯元这人啊 你别管他是真善良 还是假单纯 至少人家没干过啥坏事 甚至呢 还被王府所有人都赞不绝口 相比之下 如意出身不算名门望族 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才艺技能 论长相 不如一花金盐和寒相见 论心机手段呢 又不如未宴晚 就连人家高熙月都会撒娇 而如意呢 则是干啥啥不行 和渣渣龙吵架第一名 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他俩吵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架呀 所以如意和渣龙的矛盾点 多得数不胜数 这和人家纯元一比 完全就是两个极端呀 而且渣龙这人 本身就是个无情的男人 妃子们别管跟了他多久 那是说动手就动手 说怀疑就怀疑呀 偏偏他本身呢 他对如意也没有多么好 所以他俩会走向怨虑结局 实在是正常 再说如意这个人呢 性格特点呢 就是倔强 和春元的善解人意不同 如意的这个性格呀 就不太受皇家的认可 因为当时的后宫女子 都崇尚温婉可人 即便是心狠手辣的遗袖 都要装作自己很娴淑的样子 而且就连女主光环加深的甄嬛 都无法避免因为倔强的性格 被遗袖说不太好 可如意偏偏对自己的倔强 毫不掩饰 还想着要靠那点子勤奋过完一生 这实在是太难了 很明显 人家春元的性格就占了先机 再加上呢 他名声好 技能点又多 甚至还碰上了一位念旧情的老公 所以春元如果真的活了下来 那必然不会滥阴虚果的 只是除了这一点之外 春元不会走向如意那样的结局 还有致命的外在原因 如果春元活了下来 他的结局会和如意一样吗 其实啊 春元会不会像如意一样 还得看怡羞的所作所为 毕竟如意那边倒台 是因为魏燕丸这个反派太闹腾了 如果春元真的活了下来 那怡羞会不会活成魏燕丸的样子呢 应该不会吧 因为春元身后是皇帝的亲妈呀 太后那么喜欢春元 肯定不会让怡羞伤害到她 退一步来讲 即便是太后不太喜欢春元 但看在乌拉娜拉家的荣耀上 她也不会容忍 这俩姐妹出现内斗的情况 就拿怡羞来说吧 她干了那么多的坏事 太后也知道 她在私底下开多勒魔公司 但太后只是警告几句 没有说要真的把她怎么样 现在如果春元活了下来 坐上了后卫 太后也一样会想尽办法 护她周全 那就不是怡羞要加害春元 而是她和太后之间的斗法了 就算是春元真被诬陷到了 太后也能帮忙开枪 咱四大爷别的不行啊 但是老妈要是说的对 她是真听啊 而且除了太后这个大靠山 以及皇帝的喜爱之外 春元还有第三个力气 她既然声望那么高 那向着她的下人肯定也不少 就拿锦细来说吧 春元因为帮了锦细一下 就被感恩了很多年 如果春元真能活下来 锦细就是她的头号中仆 其余福利的老人 例如端飞净飞 也肯定会抱着她的大腿 不用说别人 这仨人就有180个新眼子了 她仨再加上太后 可算是保住春元的仪式荣华 更别说外头还有某些大臣 谁是皇后她就帮谁 这么一来呀 春元后宫有靠山 贤朝还有免费帮手 这个小后卫 那还不是手那么掐的 而如意那边的情况呀 可就难搞多了 他们家前朝没杀人 后宫呢也没有靠山 太后和她姑姑是死对头 没搞她就算不错的了 不可能给她当靠山 更何况后期 帝后离心的时候 太后呢也想过办法 但是这毕竟不是亲妈 扎龙一点都不听她的话 这么一来呀 宫里没有一个人 能压制住魏燕丸 如意本人不动手就算了 她还不让别人动手 所以这一局必然要输掉 而且如意本身 没多大的声望 实际上投靠过来的人里呢 也就海兰心眼最多 行动力最强 可是如意最不喜欢的 就是海兰搞心机 她自己即便是受了欺负 也不咋会还手 时间一长呀 那就成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索性倒是很好 但出宫嫁人之后 身边呢就只有一个冲动的荣配 主婆二人 这个性格倒是很好 就是有点太冲 更糟糕的是 闲嘲没有人为如意发声 那边妇查家的人 还看她贼不顺眼 这先妇没多少 仇人倒是一大堆 哪怕手里拿的是个王者 想在这种情况中活下来 也实在是够呛 所以纯元温柔的性格 满身技能点的加持 还有太后义干人等的保护 想不躺赢都难呀 最最重要的是 纯元的四大爷 虽然看上去无情 但是他罪念旧情 那四大爷又怎么会对纯元不好 甚至呵斥他 废掉他呢 纯元这边的顺风局 和如意那边的逆风牌比起来 那真是不想活都不行啊 好了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